字幕作曲 李宗盛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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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今晚做的拿手好菜了 試一下 有多少拿手啊 好好味 吃過番臭味 真的嗎 給我5分鐘 這裡有10種食物 好點啊 青春三豬 身體體安 剛才我們說到 Number one 的雞 也說了十種食物,所有人類吃多些 對我們各方面的運氣都會好些 接下來就去到狗仔 狗仔因為今年是屬龍 龍狗叫神率雙聰 龍和狗大家互相相聰 有句話大家都知道 太歲當頭坐,無福恐有禍 今年屬狗的人叫做梵太歲 梵太歲大家說的時候都會害怕 屬狗的朋友都會害怕 因為屬狗的朋友在歷年 梵太歲通常都會犯三個問題 第一是入院,少收而至大收 第二是親人都會有點麻煩 病劫甚至死亡,所以一般人怕太歲 第三是太歲,多數都會陷在地下 多數的,所以這三個問題 因為經常發生,人們發現 在太歲的生肖上出現了毛病 所以一直下來都認同了 是犯太歲比較多事 但是在我的研究裡 那時候也跟嘉義姐說了 所謂犯太歲 其實是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的轉化 也就是每個人有太歲才好 就是說有些轉變有些轉化 是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所以沒有大不了 所以大家要樂觀些去對付 還有看著這個太歲 不需要太擔心 第二就是看看太歲年 有沒有吉星來救 還有一定要化解家裡的 那些叫二黑五王 我有幾集講過了 在風水上留意一下 沒有問題 熟悉的朋友今年是犯太歲的 所以中國傳統有一個叫攝太歲 也就是說去拜太歲 那這個固然你說有沒有效這些 那我就不方便提這些迷信色彩的東西 這個是中國傳統的民間信仰 但是在心理上一定有幫助 就是譬如你拜了之後 你覺得心安理得 那其實這種就是一種心理治療學 或者去捐一下錢那裡 是啊 你犯太歲了 今年你做善事 今年雖然你犯太歲 但是你有三大吉星照著你的 第一個叫月空 月空你看他的名字 好像不好 其實他是吉神來的 是代表著你可以出謀察 就是可以幫人量量 這個就建立了你貴人 尚書就是你去向老闆提議加薪 也有機會 雖然熟狗不一般 但是他怎麼也有些吉星在 有吉星叫月空 另一顆吉星厲害了 叫國印貴人 國印貴人 我們說過很厲害 印就是印星 印星就是什麼呢 疼著你肯定你 印星是代表媽媽的 所以叫印仇 所以有一個人保護你 有一個人去保護你 不會犯錯 那叫國印貴人 那就是好東西 日得星就是代表 每天都有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熟狗的朋友 雖然犯太歲 都有三顆幾好的吉星 最壞的那顆空星都要說的 就叫大號 號 就是這個號 不見錢 所以熟狗的朋友 因為今年犯太歲 所以不太提議你投資 我們投資 還有一件事說 地產的投資 現在傾向於 都是比較差的 其實不只是熟狗 整體都是差的 但是熟狗的朋友 你記住 因為狗在十二生肖裡 那個天干地支叫树 那個树 就是代表我們面上的墨 所以代表著 其實今年通過的太歲 是代表今年熟狗的朋友 要脫墨 家燕姐那顆墨就不能脫 而且不是熟狗 但是如果你熟狗 你面上一顆黑墨 你要留意 如果兩顆黑墨 是在這個間門位 就是我們的眼角 這個雲睛的位置 有黑點 是代表你會犯官非 而且夫妻是會離婚離異的 現在主持人全部都沒有 這個位置裡面的黑墨要拿走了 如果黑墨在那顆鼻子裡 就代表你四十到五十歲 你是破財 炒股票炒洞 還有會破產的 所以這顆墨是一定要脫 最壞的那顆在哪裡 就是在正你的鼻下面 對嘴中間 這個地方人中的位置 一有墨 你的子女就造反了 而且你五十到六十歲 你一定是很容易 女性容易有子宮的毛病 所以這個位置都是代表那些位置 所以今年屬狗的朋友 這三個地方不能見墨 再說一次 家門的位置 就是眼睛的旁邊 鼻哥上面 也是鼻哥下面 這些位置不能有墨 如果有墨 今年就一定要脫 因為今年就是神率雙充 所以要推走黑色的墨 這個很重要 那是不是他今年生日之前要脫 還是立春之前就脫了 大家現在很厲害 說立春 過了二十四日之後 就過年了 過完年之後 摘過吉日去脫 千萬記住 吉日和空日是代表什麼呢 吉日就是代表那些天星 很順的那些磁場 叫吉日 沖的日 就是那些磁場 大家打架的 就叫做空日 所以我們中國查出來 什麼叫吉日和空日 其實在說那些磁場 是和諧 只是互相鬥爭 那等於你說 我結婚那天 用一個空日來結婚 大家在一個不好的磁場之下結婚 那就是大家容易吵架頂頸 那個婚姻的儀式就是不順章 所以多數都是吉日的 所以我都希望香港政府 代表政府 今年如果有大的活動 就不要像以前那樣 再犯一個錯誤 就用一個空日 那麻煩不斷看一看 那天是吉日 才做多些好事 不要累到我們香港人 經常用一些大空日來做事 那就是多多事就麻煩了 那熟九個朋友 所以今年呢 你要善用那些吉日去進攻 或者去做事 那那些空日 就盡可能不用那麼多了 那兩位經常去旅行 那家營姐經常出門 我們經常都看著家營姐出門 喂 你不要用大空日出門 你明白嗎 那用吉日出門 那這個呢 就是今年旅行的朋友 記住 用大吉日去出門 可以的說話呢 用大吉日呢 是回來 那你最少飛機 都不會自己吉吉吉 麻麻煩煩的 那那空日呢 那你說不用做人嗎 不是 空日呢 就是來吃神的 哦 即是說空日呢 你是約人吃飯 但就沒有決定一些重要的事 哦 那就是茶餘飯後 在那裡亂聊聊天 玩玩就行 是 但空日呢 就是來吃神的 所以大家希望今年 以久呢 這個排第十二 真可憐 十二 那生肖排第十二 那呢 他本身來說呢 今年呢 就是用吉日來做事呢 那你就奉空法了 但我記得大師應該有一個 很正能量的想法 即是 今年十二而已 明年的時候 應該會是絕地反彈的了 耶 這個呢 就是我們已經有的觀念來的 那所謂排第十二的意思呢 就是給大家多點休息 多點運動 多點進修 那逢親呢 運氣不好的時間呢 就做三樣東西 就是運動 嗯 進修 和睡覺 哦 就是休息 那這三樣東西 就是我們退守的時候 應該有的策略 那而各樣東西 心很惹 想做很多事情呢 那熟狗的朋友 今年呢 就不要心那麼惹了 盡可能呢 就低調一點點 那你就可以安然度過了 好 那今天很感謝大師 上來呢 跟我們說了兩個生肖 那下一次 將會是說這個豬的了 是嗎 是啊 所以呢 就講到你的了 或者你的家人的了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是熟豬熟的那些 開始呢 就有一些排第3的那些 就出場了 好 所以到底是誰排第3呢 那麼接下來呢 又有誰呢 在十二生肖裡面 在正中間那裡 中中地 那麼要留意一下 風水命理呢 那就慢慢和大家結中了 好 多謝大師 我們下次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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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